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台股新攻略 大家好 我是华信投顧 屈里太 歡迎你每天準時收看我們台股新攻略 那其實讓我們下一個句 不是叫你掌握全世界嗎 全世界現在本來就是很混亂 你慢慢體會到 這裡不會是 不盡然會是你想像的這麼好 按照股票市場上的一個輪迴 十幾年下來也會遇到一個 真正的空頭 我跟大家講空頭有兩個要件 你要嘛就時間很久 兩三年的時間都 跌跌 再跌 再跌 就這樣子 兩三年的時間 跌了之後一定會板彈 再跌 再跌 再板彈 至少有兩到三年的時間 你要嘛就用啊 一次跌幅 用一個跌 暗無天日 想不到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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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這樣大跌 那對於道琼來講的話 每一次的長線大空頭 道琼都至少跌五成以上 今年以來道琼最多才跌不到兩成 然後再反彈 現在道琼距離歷史高點差10% 這對道琼這個指數 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最權重最大的市場的指數 根本沒有跌到 如果你說這裡是多頭 可以啊 你道琼趕快創新高 如果你認為這裡是空頭 那這裡很麻煩 因為經濟衰退是確定的 好 那我們去趕快看 我們先來看我們的畫面 我去領泰 我的股市原地裡面 每個禮拜一跟禮拜四 我們有財經急診室 今天禮拜四待會就有囉 財經急診室 對吧 把那個新聞解讀一下 每個禮拜四的 這個是在禮拜二錄的 是預錄的 每個禮拜四的六點 就可以看到我們頂泰豐台股 豐 頂泰豐 是這個豐 頂泰豐台股 但是你現在看我這個節目 是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都有這個台股新公略 所以我現在的節目 現在你看我節目叫台股新公略 你再把它記一下 禮拜一跟禮拜四 我們有財經急診室 禮拜四那一天 晚上六點我們有頂泰豐台股 好 那一回到我們跟大家講 觀念就在於我們 如何跟大家解這個盤 你慢慢的體會 我前幾天跟大家講說 股市只有進攻沒有防守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是什麼話 本來你多頭的時候你要做多 空頭的時候你要做空 何必防守呢 你當你想到防守這一段 就表示說你做空被軋空 你做多套牢 你也應該要守你的停損點 這樣懂意思吧 你如果從今年年初放空 到今年的六月底你大勝 可是六月底那個低膽 你要知道回補之後反手做多 到今天為止都還是有一點點多方的架構 這點很重要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法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法 這個叫廢半 那當然廢半跟台北股市是連動最高的 投票你要注意喔 拜託 投票你現在拿筆 用拿個筆來記一下 我去那不會亂講的啦 你拿筆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去這個 大家都知道了 廢成半導體跟台北股市連動最高 好 你看到這個圈圈這個位置叫2754 你看到這個點啊 本來他從這裡6月份 6月底7月就彈出來這一份是很成功的 沒想到他又跳空下來 廢半距離這裡又很近 萬一他跌破這裡的話 投票你注意聽 廢半是小眾市場 那大眾市場 大眾就是說比較多的市場叫做納斯達克 然後叫做道琼 當然標普也是啦 然後廢半會不會把科技股把納斯達克拉下來 今年年初就是這樣 因為跟比特幣也有關係 那廢半把道琼把納斯達克拉下來 納斯達克再把道琼拉下來 這個就是一個架構問題 這個架構你一定要搞清楚 這個會不會在這一次巡完又開始 那好不容易 我說我跟大家講過這裡是5月 5月到9月如果是掌聲上來 叫做多頭慣性 如果5月到9月是跌下來的 叫空頭慣性 本來啊 在6月7月的時候 6月上個一個將近兩個月前 這裡開始進入夏季的反彈格局 沒有想到最近又離這裡很近了 你再來看一下 台股你看看 剛才我們講那個圈圈啊 配成半導體這個 這個2754這個圈圈 就是台北股市的這個位置 你看台股多弱啊 你不要太天真啊 說我們願意這樣降一定會大漲 你不要太天真啊 如果這個東西破的話呢 台股會更弱 這就是我們常常說弱者很弱 這個你一定要想清楚 股市就是這樣子 強者很強弱者很弱 台股你看在這邊 那不是有台積電運撐著 這像話嗎 你看我們海運股跌成怎麼樣子的 國際的海運股都沒有像 台北股市海運股跌那麼重 我們是弱者很弱的市場 但是一旦呢 這個比我們強的 費成半導體跌破這裡 事情就麻煩了 那費成半導體會不會跌破這裡呢 當然 美元指數最近在轉強 那一天差一點創新高 所以台幣貶值的話呢 外資就容易撤 好大家又在鬧一個笑話了 大家鬧 老師有那個台幣貶值概念股 又在鬧笑什麼 汽車零組件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鬧笑話了 台幣貶值 台幣貶值是跟美元相對應的 可是呢 台幣的貶值 台幣貶值有利於出口 你不要鬧這種笑話 這個理論是對的 可是你的貶值幅度輸給韓環 韓幣啊 韓幣啊 韓國的那個貨幣啊 叫韓環啊 輸給日幣啊 你根本跟周邊的沒有辦法比啊 你貶值幅度輸給 人家也是出口導向的國家 你貶輸他們你算什麼 可是貨幣貶值到 基本上啊 他就是國力的衰弱 經濟的衰退 大家跑去美元避險啊 所以韓環啊 貶值貶得非常離譜啊 你有沒有聽過礦工 礦工裡面的金絲雀 這經濟學理論 大家聽得好 這礦工地裡面 礦工來挖礦裡面啊 今天有一些早氣啊 瓦斯啊 來這裡有莫名其妙的那些 那個廢氣有沒有 有沒有 有時候你人吸了就掛了啊 所以他們都會把金絲雀帶進去 金絲雀聞到這個味道會先跳 會跳動給那些看 光光有危險啊 輕走 所以叫做礦坑 礦坑啊 裡面的金絲雀 說到白了我們常常說 春江水暖壓仙芝啊 你知道意思嗎 像這個 像韓環的級別啊 人家就說會不會是 是亞洲金融風暴的開始 大家現在 因為多空在這邊很雜亂嘛 但是經濟是衰退的 全世界大國 包括我們國家PMI都掉到50以下 融枯線的枯值啊 所以這個如果這幾天 因為它上次一樣嘛 技術線就給你答案了 接近這個高點 今年全世界股市暴跌 就是因為這個拉上去 這如果再上去的話呢 一樣的意思 投資朋友一樣的意思 大家會面臨更大的危機 外資一樣測 外資這幾天測得非常兇了 測得非常兇 好 我們再回過一段 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剛才說 非棒會不會破這個 我們來看看一些跡象顯示 非棒的 如果是ETF的成分股當中 第三名的是Intel 第四名是Intel 全重股 你看這個破底了 這破了五年來的低點 投資朋友我再講一遍 我沒有看過說Intel破低 然後非棒一路大漲 我沒有看過啦 我也沒有看過說Intel 我說我沒有看過Intel 破低然後非棒大漲 我也沒有看過說非棒 如果被Intel拉下來的話 然後台積電 就神勇一漲 沒有那回事啊 你不要因為自己買了股票套 整天不對 Intel破低跟非棒無關 你不可以這個心態 股市是靈活的 你不要被自己綁住 我在這邊跟你講的都是事實 我沒有跟你暴漲停板 當然等下我會暴漲停板給你看 但是你要面對事實 該多該控了解 如果真的是大長空來下來 現在是通膨 到一個層次經濟衰退 因為拜登為了救民調 他沒有辦法的事啊 拜登為了救自己的民調 他只能壓通膨啊 你看洛杉磯 你去新聞查 洛杉磯那個街道 到處有人在搶劫 洛杉磯大事 這個很大的一個事 為什麼 通膨壓力太大 民怨暴怒嘛 那洛杉磯就辦一個所謂的命令說 基本上如果你不是那個輕罪啊 偷竊什麼的 不太愛處罰的罪很輕 不太愛理你 很多人都跑到路上去偷東西搶劫啊 為什麼老百姓會走到這樣子 經濟不好嘛 通膨壓力大嘛 所以拜登跟鮑爾 聯組會主席 現在只能壓通膨而已 把通膨壓下去 不能管經濟了 因為經濟的東西要用財政政策去處理 要發包工程啊 剛剛台灣還要桃園航工程都沒幾年了 你給你看看 還不是稍微在當年而已 十幾年到現在桃園航工程 就當時我的財政政策啊 對 你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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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月那個美國那個晶片法案 搞了一年多才出來 五百多億而已 晶片補助法才五百多億而已 那你是在 對不對 那是你建廠 你去一個工程 兩天就好了 不可能啦 所以財政政策很慢 對於美國聯組會 本來最好方法是降息 救經濟啊 就要降息 但是不可能要通膨這樣太厲害了 所以你只能放棄一樣 所以你一定是經濟衰退的急 緩慢衰退還是急衰退 你現在只能壓通膨只能升息而已 所以不用了 所以這個就是先反應啊 先反應再來看 你說揮打好像沒有跌 揮打在這 在一個月前在這個地方 揮打就先預警說 我8月24號就是今天盤後 財報可能不好 那天跳空跌了快10% 然後再經過震盪來到這裡 好像不再跌了 錯 有沒有他今天盤後 準時公佈的財報 有沒有 比市場上更難看 盤後一中錯4.5% 所以今天晚上的肺斑會不會再中錯 那肺斑哪大跌 再跌了 那跌破這裡呢 2754怎麼辦 這個很麻煩的一件事啊 你老實在唱衰抬鼓啊 我不是老人啊 對不對 我是為你好啊 忠嚴難免逆耳啊 糧藥總是苦口啦 你自己心裡要有數啦 好 當然也有漲的股票叫柯瑞 柯瑞就在講 以前叫Cree 事實上他 現在中國跟美國全力在供 這時候IGBT 所謂的供率半導體 就是第三代半導體 但是這個 同時我跟你講 第三代半導體 大家探討阿西這個 事實上 還沒有人真能夠做得出來 那個良率啊 製程沒有 製程緩慢 良率更差 但是他因為他 他還是虧損的啦 還是虧損的啦 不過就連動台灣的嘛 這個是全世界第二大化肥 好 我們先看一下柯瑞 可代表的股票 就是譬如說3016的啊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叫什麼 加金 3707的啊 有沒有 你看一下3707的 他也是多頭一段了 已經 這個在台上 這個3707的漢磊 有沒有 多頭一段 投資朋友我說過 你看我的節目最好 因為你如果用手機看 最好把它用橫的 然後跟著我的游標洞 這是漢磊 那還漲了一段 最主要就是因為柯瑞 有沒有 這個最近才 其實他以前很差的 就在這一段突然間 漲上來 但是他技術面也還好 上面壓力重重 再來看 最主要就是 他帶動了那個安森美 我今天沒有印安森美 但是你看這個 有沒有 這個德偉 有沒有看到 德偉今天不錯啊 可是這一次的 這一次焦點在第三代半導體 可是德偉今天有5425的 你看好不容易公放漲平板 這叫什麼台辦 這個叫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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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那你再看看 台辦的技術面也是一段 而且多方動能 多方動能在這邊 那就是因為柯瑞的原因 二極體 功率半導體 碳化系 或淡化加 對 淡化加跟碳化系 他們同樣的 這個是一個原材料的東西 所以大家在動 但是會不會 我說過 如果廢半被intel再 灰打再拉下來 這個也不會漲了 所以現在剛好是多空很混亂的時候 好 那化肥 這是全世界第一大化肥 第二大化肥在加拿大 股價大概在這個位置 所以沒什麼好談的 因為它創歷史新高 那創歷史 它昨天也有新聞 因為中國 我再跟大家講 這個肥料的製作過程 有兩個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個叫做天然氣 天然氣昨天在歐洲又創歷史新高 價格 因為缺天然氣 因為俄羅斯又關閉了北溪一號 關閉三五天 然後它沒有辦法 因為天然氣找不到天然氣 所以它關掉 隨便關掉了英國 自己在英國設的子公司大廠 所以因為價格上 它股價創歷史新高 它已經超過美盛了 不要在那邊講 美盛 MOS 美盛 其實它已經算是全世界第一大了 它現在是第二大了 它股價創歷史新高 那為什麼我們國內 你看看 這邊 1708的 這個好像沒什麼動 你看這個 有沒有 這個叫東檢沒什麼動 我跟你講 國內的 國內的化肥代表 一定是東檢 那尿素表現平平 尿素看來能不能跟上來 不知道 這個化學化肥這個東西是 這個天然氣跟尿素 那這裡劉桑胺 1號2號那個都是小咖 沒什麼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其實 一定要這個動 一定要亞甲 因為它是亞洲的化肥巨頭 它動了東檢才會動 東檢一動 東檢大漲才能夠帶動 用匯光整個台灣的化肥 但是你看 東檢還好 你看兩個人們很像 停在這邊沒有動 為什麼 因為東檢沒有動 所以呢 因為要看這一檔 叫亞甲國際 你把它操錄起來 000893 你可以到網路上去找 我要給大家真實的東西 好 那再來呢 我昨天跟他講說 中國電汽車零組件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講 主力的心態 你看 他頭部做出來 昨天重縮4% 今天續跌 他頭部做出來了 來 繼續看 今天 我現在跟你講 你是要什麼主力嗎 大家都知道這一次這些 什麼梗鼎 提偉心 都是跟著中國的 汽車零組件漲上來 因為他們汽車下降 下降帶動我們的 相關的股票漲上來 主力跟我一樣 大家都看到這個畫面 如果 你現在經常想說 你是主力 夭壽 中國汽車在暴跌 因為他們限電缺水的關係 根本產不出來 尤其重慶這個地方 根本 而且很多汽車領主 我們台灣這邊 好像提維西就是了 當他看到這個 你現在是主力 你擁有台北股市 這些汽車領的大戶 你看到這樣的話 你第一件事想要做什麼 你一定要怎麼走 你一大早就把它拉高 你花一點點錢把它拉高 然後呢 慢慢出慢慢出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今天一看它開高的時候 記得把它賣 因為提維西 盤中分石土 開盤最高漲了5.8% 大家想說這聲好 還來啊 很多人在這裡追進去 主力大戶用幾千 一兩千張把它買上去 然後幾千張慢慢到 慢慢到慢慢到 慢慢到 所以你看看 它今天量都倒出來了 好 你再比較一下 它有兩條線有沒有 它今天差點創新高 你看有沒有 是不是 是不是 都一樣 就是這個下來 它已經拿到第二條線了 有沒有 它還沒有來到第二條線 就像你擲 擲到要弄 所以如果你會做當衝放空的話 這裡就是放空 這裡回補掉 你賺5%到6% 誰說當衝不是這樣賺 股市只有攻擊 沒有防守 因為你看到它這個樣子了 昨天跌4.48 今天再跌 第二條線都已經碰到了 這個拿到這個身上就是這樣子 還有這個 梗鼎也是 都離得很遠 你說老師 梗鼎外銷不是台幣貶值貨利 我跟你說跟台幣貶值都無關 我們貶還很少 所以這個鋼鐵說 剛跌了而且 今天還差點創新高 所以大家真的空間很大 你敢空的話不要客氣 說老師 有理由再來 老師那個融券會被擲空 它被擲空 就它漲的過程當中 這個在漲啊 這個在漲啊 中國其實林主建在漲 它是跟著他們漲的 跟著中國的汽車下向去漲的 才有擲空了 現在這個已經大跌下來了 有沒有 還嘎什麼空 還該嘎什麼空 大家對嘎空這個東西 不要一知半解在那邊亂講 百分之五十八的嘎空 你過幾天暴跌啊 你看都要來探這個點 如果來探這個點 你不要也不可能 你再看一次喔 這個點如果這個點 就是這個圈圈點 如果跌破你怎麼辦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 好 趕快時間有限啦 EVA店看窄版 這個還沒有跌破啦 南電所以還在撐啊 南電還在撐啊 好 這個大家做個參考 這個參考 因為這個今天沒有編完 美國生技股上去 最近大家在講CDMO 什麼醫藥代工的 那說一下 那個就是腰股 就是我說的啦 這檔不要叫中市啊 連六支漲停啊 我們古人有一句話叫做 國資將亡必有妖孽 中國電視啊 中市 中市華市台市那個中市的股票 六支跳空漲停啊 如果國資將亡必有妖孽 生技股本來就是妖孽股 你看美國那個羅素2000 羅素3000 包括納斯達克的生技股 納斯達克的生技股已經下來了 我們現在我們是慢半拍下 在跟這一段 什麼CDMO啊 什麼醫藥什麼什麼代工啊 我媲美什麼2000多元 新聞這樣講 媲美那個晶圓代工 不要在那邊亂扯 這個消息十幾年前 只要生技股漲完就有了 你知道全世界的 像我們台灣這種生技股 有幾萬家呢 甚至幾十萬家 美國一堆啊 羅素2000 羅素3000 都一堆啊 那個詞裡面都一堆生技股 又不是獨有的 你是在三半 這都是騙人的東西啦 你要記得 生技股都是沒有賺錢的 像這個也都是沒有賺錢的 妖股 國資將往必有妖孽 股市啊 如果真的要出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有妖股出現 生技股市買開了 不要去想它啊 不要被騙人家 人家在籌選舉經費 你也跟著人家貢獻是不是 好 這個一定要講 我們的指標清楚 你剛才看到的東西啊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那個那個 那個伊斐電啊 中國大陸的那個什麼 這個汽車利主要我都有 法人的平等最近已經很少了 有法人都不太敢講了 試用我的軟體一年保證你功力大增 你說老師我沒時間 你就直接來參加我會員 你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電話 到我們公司來電話在這邊 如果你想要看看我們的操牌軟體的話 或者跟我們視訊看一下 老師親自來教你 很簡單的東西 就為了你賺錢而已 不要被騙了 真正的主力操作 在於心態跟實力跟國際股市的相關資訊 台股新工業祝福你 我們明天見